哈囉,大家好,我是SKY 在現在這麼競爭的社會中 一個YouTuber你必須要拍影片、拍照片 那什麼樣的相機有辦法符合拍影片跟拍照片 這樣的事情 像SKY目前使用的就是這種大海的Sony的全邊幅相機 然後機身很大 而且我們還有配上專業的一些菜式鏡頭 所以這一台證明就在1.5公斤左右 所以像這種相機適合拍照 當然不適合他來做自己錄影的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想要一台相機可以滿足錄影跟拍照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重量跟它能不能一起來讓你看到自拍的螢幕自己就很重要了 所以在最近Sony又出了一台RX100A7就是這一台 小小一台 卡片機 這也是SKY第一次買Sony的卡片機 什麼叫黑卡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一個 可以180度翻轉的這一個螢幕 來看給大家看 SKY這次呢 因為其實本身也有在拍照 所以在這一次的話 我就把它的一個可掀起來的自拍式螢幕也納入考量 本來是這一台RX100A7跟6400A在做比較 因為其實我最近想要錄手一台隨手的相機 其實會考慮6400是因為我本身用的是 之前用的Sony的5N APS-C的鏡頭跟6400是可以給你去共用的 反正想說節省一下錢 然後不用買鏡頭 然後我只要買機身就好了 但其實呢 以價格來講 其實我是覺得差幾千塊還好 但是後來考慮想說 如果要畫質 我還是用大相機 那如果要方便錄影跟旅遊的 那我覺得還是輕便小 輕便小 這種還會比較重要 那這次我買的款式呢 是屬於有 有配全配的 好 它還是翻過來 OK 那它的重點就是躲在下面這個把手 有沒有 好那大家看一下把手的部分 我覺得這次的把手啊 蠻好用的 它這次要負的袋子 好 它的把手是這樣 小小的 但是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上面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錄影 一個是拍照 然後在正常的情況下呢 它可以直接立起來 變腳架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直接把相機裝上去 那比較特別的是 旁邊有這一個按鈕 那這按鈕可以調 角度 然後這個還蠻急的 調角度 那下機放上去 就可以自拍了 那其實一般 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我們應該都放在 桌上 然後去錄製我們的餐 然後我們再介紹這個餐點的部分 那其實大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會是這樣子收起來 拿著它 這樣子錄製 那如果是自拍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這樣 調一下角度 這邊調 好這樣子 像SKY這樣的方式用 那你要幹嘛呢 好 那這個也是這一次 這個自拍棒的重點 因為我要調拍照 跟所謂的照相 我就要除旁邊這個孔 把它接起來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按鈕 直接做錄影跟拍照 然後從這邊 好 轉過來一下 好 這樣子 好 那好處就是我在拍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子有沒有 按著它 然後拍照 就跟錄影 好棒 RX100N7的話 最大的特色 這次要把聲音 喇叭孔加進來 這個 喇叭孔 因為之前 N6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喇叭孔 所以很多人說 如果Youtuber要錄影的話 其實N6就不是那麼適合 但這次N7 也是因為都有這個 音源孔 讓我決定 好 那我還是買它好了 那另外一個最大特色 大概是眼控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 看著鏡頭的時候 有時候人會晃啊 或幹嘛的 然後對焦會有問題 所以 但是N7它有一個 眼控對焦 就是它可以直接抓住你的眼睛 讓你眼睛晃啊晃 或是你把它架住的時候 然後人走還走去 它還是會抓 抓著你眼睛 跑 所以你就基本上 人就不會磨住 所以在我們做 自拍的時候 或錄影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功能其實 是蠻重要的 而且 N7應該也算是 卡片機的計畫 所以帶出去拍出來的話 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如果說 今天我出去旅遊 我比想帶太重 那這個卡片機其實是可以滿足我的需求的 而且它也可以拍落檔 其實如果我對畫質有要求 我就把落檔帶回家 然後後製一下 用Iron去修圖 就可以處理到一個還不錯的畫質 如果大家去一個火鍋餐廳 那我就用它來錄影 在影片的下面 我放到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影片錄出來的效果還不錯 然後 我拿到 BanelCon 去做一個後製處理的時候 嗯 將亮度調高 其實整個質感其實都還不錯 那部分的話 用後製處理一下 其實還OK的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說今天 在戶外啊 錄影啊 或是實驗錄影 其實 這台的呈現效果還不錯 重點是 很輕 那當然呢 其實它還可以還有一個 最大的測試 就是 我們剛有提到 錄影這件事情 所以 在我的主播包裡面 有一個這個 好 所以它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 相機 裝在這一邊 那另外一邊要裝喇叭 那SKY之前其實就 買喇叭了 那 之前是偶爾用 那現在呢 有這樣專屬的座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每個座 我們可以自己裝上去 然後啊一樣 線是在後面嘛 那等於說其實 你要這樣使用的時候 我就建議這個 要裝上去 一起使用 就會很方便 我們把它主流上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旁邊還有附一個 這樣收線的夾子 所以 使用起來也還蠻方便的 那待會呢 後面我們就用相機來錄 來錄 來錄製 那讓大家看一下 這台M7 錄出來的品質 到底是如何 這個是音源線 那其實如果你的包包夠大的話 其實你的組合 就基本上就裝整了 就不用拆了 那我是覺得 這個 要拍要錄 其實對一個YouTuber來講 其實做還蠻方便的 這樣子 其實 自己拿 這樣子 然後 已經都在線上 就完美的 一組完整的 自拍 然後這樣子 自拍的方式 所以 加起來其實 我覺得重量還是沒有超過一公斤啊 你 跟我這台比起來 然後 這個還是輕很多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 想要做YouTuber 應該說做部落客 偶爾想要 拍影片 或是你有想要轉 YouTuber 其實這台M7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這樣拿 其實如果你要錄 有時候你要錄下來 不拿的時候 其實這樣擺起來 其實也很簡單 就直接立著這樣就好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專業的 小型的 自拍的攝影設備 那我覺得 對我認為我覺得它還蠻符合我的需求 然後 但是呢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確定 就是還蠻貴的 這樣的一組 不含喇叭的部分 有帶有這個支架的話 這樣的價格 大概三萬七千多塊錢 一千多塊錢 然後我當時買活動的時候 他有送我一個 因為剛好還在活動上 所以他就送我一個電池 對 那這個 所以你的電池大概大概貴了一顆 一千多塊錢 所以 剛好趕在八月之前買 所以就這樣活動 所以我就三個電池 所以一般你在錄影的時候 也是特別耗電 所以 這樣三個電池 我就覺得還蠻方便 那推薦大家參考 我現在已經把 iPhone 8 換成了 Sony的RX-117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受到 現在畫質的差異 同時我現在也裝上了 那個指向性的收音麥克風 不知道你有沒有從 聲音的收音效果 也感受一點 到一點點差異呢 因為 如果你沒有裝指向性的喇叭的話 你會收到的是 環境的聲音 那如果我今天我自拍的話 我的喇叭對自己 如果今天要拍環境 我的喇叭一樣對自己 鏡頭對著外面 講話的時候 一樣可以收到你的聲音 而不會收到太多的環境聲音 那我覺得這款還不錯 你有再考慮 也推薦給你參考 人家說這台應該是 未來YouTuber 一個很好用的一個 基本備備 推薦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喜歡SKY的影片 記得訂閱加小鈴鐺 你就會收到 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